最后的狼群 作者 尊秀 北大荒黑龙江古地 最后的狼群是怎么消失的 看完一位东北生产建设兵团老兵诉说的这个故事 你就知道了 几战狼学 1969年秋天 随着当时中苏关系的紧张 大批知青到北大荒落户 许多退役官兵也重返东北 转业回河南故市县大别山老家的副连长陈东平 也接到了命令 带着一个牌的预备驿站时 赶到了黑龙江省罗北县 这里的黑龙江古地属三江平原 是北大荒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处西面小兴安岭 东南松花江和北面黑龙江之间的三角地带 他的妻子陈菊花 也带着一岁的儿子小军军随军北上 此时的农场是兵团建制 陈东平报道的单位 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013团 也就是现在的农肯总局 严军农场 场部坐落在紧挨着黑龙江的严兴团 因战备需要也往南移 附近还有条不大的鸭弹河 从南往北流入黑龙江 由于大批之青和复员 预备以官兵涌来 各连营房以人满为患 场部决定派人去鸭弹河西岸扩建新联队 由副连长陈东平带着这个牌的战士 先去打前战 并发给他两架帐篷 一架住战士 一架分两半 一半做厨房 一半住陈东平一家三口 鸭弹河西岸是缓坡丘陵地带 这里灌木丛生 鸟兽众多 随着黑龙江古地的陆续开垦 当地许多野生动物都往这儿迁移 古地里的狼群也渐渐退缩集中到河西 跟人类以鸭弹河为界 这里成了狼群最后的根据地和大本营 听说兵团要过河建连开垦 当地居民都竭力阻止 不行啊 那儿是狼窝子 太危险了 你们去战狼的地盘 他们还不得跟你们拼命 别说是狼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陈东平满不在乎的笑笑 用浓重的家乡口音回答 他妈呀 小时候放羊 俺见过的狼多了 老家连女人都不出狼 要不菊花敢跟着来吗 俺们手里三十多条枪 怕他呢 话是这么说 可他带着部队过到河西一看 遍地狼粪狼毛和被狼吃剩的动物骨头 一片荒芜景象 陈东平心里也有几分紧张 要战士们带枪开荒 提高警惕 随时戒备 狼群来袭就开火痛击 狼群反击 陈东平带着一个牌 已到鸭蛋河西岸住下一个多星期了 可不但没遭到狼群袭击 连个狼营也没见 大伙认为 狼群八成是被烧荒点燃的浓烟大火 吓得远远逃跑了 就放松了警惕 不料却在这时遭到了狼群的袭击 一天中午 吹试员去工地送饭回来 一看厨房顿时傻了眼 面带米带上被狼撒了尿 饭锅里被狼拉了屎 腥臭刺鼻 厨具也被狼满地乱扔 气得他直跺脚 再看看不远处的战士宿舍里 被褥也被狼扯到地上 日用品遍地 也有狼屎狼尿 陈东平赶到现场 一看就明白了 这是狼群有组织 有计划的行动 他们不敢直接跟全副武装的战士 正面对抗 就想用这一招来赶走人类 凭这些屎尿 就想把我们逼走 没那么容易 陈东平让大家清理干净现场 继续开荒 同时加强了哨兵警戒 又过了几天 狼群似乎没了动静 就在人们心情有点放松时 狼群再次发起了攻击 这天吹试员去送饭 陈菊花把熟睡的小军军 留在帐篷里 到河边去洗衣服 回来时他发现 床上的军军不见了 地上却多出了一滩狼屎庙 狼群好像在通知他 你的孩子被我们掳走了 陈菊花先是吓得发呆 紧接着就急得嚎啕大哭起来 转身冲出帐篷 去找自己的孩子 军军 军军呀 你在哪儿啊 他快急疯了 在荒野上边跑边哭喊 跑丢了鞋子 跑散了头发也不知道 收工回来的战士们听说后 也连忙分头寻找 可茫茫荒野 哪有军军的影子 报复行动 看到狼群如此嚣张狡诈 陈东平和战士们都气红了眼 有个战士说 副连长 既然他们不仁 咱也不易 干脆把他们的狼仔也抓来吧 说不定还能找到军军呢 大伙都赞成 于是陈东平把战士们分成三人一组 带着枪去四下搜寻狼窝 傍晚 战士们回来了 军军没找到 有一组掏到了一个狼窝里的四只小狼仔 小狼仔刚睁眼 一身浅灰色绒毛 吱吱乱叫 几个战士七手八脚把狼仔装进篮子 用绳把篮子吊在鸭蛋和西岸边的一棵白花树上 有人还在树下放了一盆盐水 准备让来救狼仔的老狼喝 到时候又渴又累的老狼会越喝越渴 必死无疑 这一切不止好后 陈东平和几个战士躲在不远处观察着这里的动静 晚上饥饿和寒冷破时小狼仔们不断发出凄惨的哀嚎 在寂静的黑夜中传的老远 到第二天清晨 天蒙蒙亮的时候 一只老狼看来是狼仔的父亲 实在听不下去狼仔的惨叫声 明知人类下了套 还是出现在岸边白花树下 陈东平听得出 老狼先是绕着树嗷嗷叫 接着就用爪子拼命挠树 用牙把树皮啃得卡擦卡擦响 还一次次往树上扑 听到老狼的声音 狼仔们叫得更响 老狼也更疯狂了 没多久 老狼已又渴又累 就近大口大口的狂饮那盆盐水 接着折腾 很快 他更渴了 再次转身喝水 再折腾 再喝 后来他的嗓子被盐水滑破了 只能发出嘶哑的呼呼声 最后这个声音也消失 而且没了动静 此时天色已明 陈东平和战士们 小心地走到白花树旁 被眼前惨烈的景象惊呆了 老狼已停止了呼吸 却死不明目地睁着眼睛 死狼身上被抓烂的白花树干 和周围草地上血迹斑斑 放下篮子一看 四只狼仔也已动过妖王 就在这时 鸭蛋和东岸忽然传来了一片狼嚎 人们不约而同地抬头往对岸望去 有人忍不住惊呼 快看 一大群狼呢 与狼换子 河东岸雾气腾腾 天边金色的阳光 清晰地描绘出了一群野狼的轮廓 狼群突然停止了嚎叫 鸭蛋和两岸顿时一派宁静 只能听到远处拖拉机 隆隆地轰鸣 原本围成一团的狼群 一阵骚动 往两旁稍稍散开 向西岸的人们显露出一个正在动的小东西 大伙正疑惑不解 有那眼尖的战士忽然喊道 哟 连长 陈大姐 你们快看 狼群里在动的是个孩子 是不是小军军呢 大伙忙仔细一瞅 真的哀 是小军军 你们看 还有只狼在给军军喂奶呢 对了 他们准是带着孩子 换狼仔来了 这话让争愣着的陈菊花猛然被提醒 他不顾死活地往对岸的狼群冲过去 边跑边喊 军军 军军 陈东平和战士们也紧跟过去 蹚过鸭蛋河时 愣没绝出河水冰凉 狼群见到冲过来的人群并未奔逃 而是缓缓后退散开 其中那只乃过军军的母狼 个子不大却乳房丰满 最后一个离开时 还有点恋恋不舍 频频回首张望 冲在最前面的陈菊花 一把抱起自己的宝贝儿子狂吻 又哭又笑 把眼泪鼻涕一股脑儿抹在了孩子脸上身上 生离死别 正当人们为军军的获救欢呼时 大家注意到狼群 已从鸭蛋河下游绕到汤过河 往刚才人们离开的 西暗白话树下跑去了 那只乃过军军的母狼 急匆匆地跑在最前面 显然是四只狼仔的母亲 当他们跑到白话树下时猛地站住 看来是被眼前血腥悲惨的场面震住了 只有母狼单独走上前去 袖袖满身鲜血的公狼尸体 又回头一只只甜甜已死的狼仔 但没有谁醒来 几次之后 家破人亡 了无生去的母狼惨毫了几声 猛然跃起 一头撞向白话树 顿时血肉飞溅 弹倒下去 狼群围着母狼一家的尸体 发出一片哀嚎 继而停住了叫声 慢慢向远处跑去 在人们的注视下 渐渐消失在沉溪中 黑龙江谷地的最后一群狼 就这样承认他们斗不过人类 永远离开了自己的家园 此后 人们只能在这里看到灵星的野狼 到后来 整个北大荒都很难见到野狼了 已退休的陈东平 至今愧疚地想起这件往事 眼前总是出现 鸭蛋河畔那颗狼血斑斑的白话树 树下死去的母狼一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